BOOM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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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Hello 这一期是一个识的分享 那很高兴你们进入我这一期的一个视频内容 所有的单品都是我要精心挑选 然后分享给你们从我的视频区域 所以呢 大家感兴趣的话就看过来吧 这两天我疯狂的冒斗 不要在我的痘痘上边好吗 这一款 是两个小花花 然后这款的话是Gatman Breen 是雪莉有佩戴过 所以我就入了一款 因为它的红色特别显眼 然后旁边是透明的 我觉得不会那么的用俗 但是又非常的少女感 非常夏日感的 是来自韩国小众品牌 我带一下给大家 就是这种 是搭配长发 然后一件白色的裙子或者就比较单调的裙子就非常的好看 然后让头发凌乱一点 其实有些视频我有在那个穿搭的时候有佩戴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会注意到 然后这个是耳钉 它是有一种像太妃奶糖的那种颜色 就还蛮精致的 看得见吗 这样应该会紧 对 它里面的图案是不规则的 然后外面有全金属把它给包住 我觉得这款耳饰的话 会更偏向于冬季的那些毛衣 高领毛衣 然后再配戴这个耳饰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款也是那个韩国小众品牌 但是我已经忘记是哪个品牌了 然后它是那种手工窗进去的 所以它非常的精致 然后价格也会在我所有推荐里稍微偏贵一点点 这个我其实个人还蛮喜欢的 就是它给人 就是有些稍微就是看起来非常夸张 但是它这里还是有点夸张 但是它戴上去会给人的那个气质就 登登登登提上去 但是你穿 你配戴这些稍微夸张一点的耳饰 就稍微要 衣服要简单一点 然后我最近头发是黑色 所以就会看不出 来 让我们眨个头 这个就是这样子 就这种的话可以把全部的头 然后刘海什么的都给它扎上去之后 然后戴这个的时候同时会显脸小 然后也非常的好看 它刚好就是能就是在你的这个肩部这个位置 然后视觉效果也会让你的那个肩脖子脖子会视觉会拉长那么多 然后 接下来这个是我最近夸的我还蛮爱的 就当时它就是有个缺点就是 嗯 稍等 让我整理一下头发 就是佩戴的时候特别麻烦 然后它是那种珍珠 如果说有些人不喜欢珍珠的话 可以就不考虑了 这个是这样子戴的 首先你要把这颗珍珠给穿进去 然后这个要从后面去把它套到那个钉钉上 哎哎哎 掉了 真的佩戴很麻烦 哎 不行不行 我得同时操作起来 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带反了 它是要把那个弧度朝前面的 对这个要往前 所以我跟你们说 这个真的戴的很麻烦 如果说着急出门 就不要考虑这种特别麻烦的耳饰 好了 这个你们看我带很麻烦的对不对 然后它这只耳朵就更麻烦了 这部分拿下来之后 先穿过洞 对 它就是要这样子把它带住 然后 这边的珍珠要往 穿过之后 不对不对 是这样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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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确实是很好看的一个是 那确实是很好看的一个是 好 然后它被带起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对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的时候 感觉这边有点单调 你可以加一点 嗯 自己 相近的颜色 稍等我找一下 比如说 这种小珍珠你可以 因为我这里打了个耳洞嘛 所以 加一个小珍珠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效果更加的好 下面这一款是这个小橱橘的耳钉 就很爽啊 然后它的质感就还蛮重的 花类的耳钉 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清凉 我觉得这款耳饰就特别适合黑发 因为为什么呢 就黑发这样配戴的话 它就有一种在那黑幕中呢 耀眼而出 好 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 我好像也蛇花 接下来我先推荐这个吧 这个的话 是跟 这两个是一起的 好像有点弯 你可以把它拉直 我觉得啊 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的颜色 比较亮 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的话 日常的那些 T什么的 都是可以搭配 我当初买它是因为觉得它的配色很好看 所以就入了这一款 好 这边是这样子 接下来讲一讲这个 这个就是 我之前看韩国官网的一些模特佩戴 就觉得 哇 还蛮好看的 然后自己佩戴的时候就觉得好蠢啊 就多蠢 要戴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是一个是属于耳钉式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就是那种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别在这上面 对 但我还觉得蛮蠢的 所以这个就 没怎么戴出门过 特别是就是 不要跟那种 特别损你的朋友 见面戴这种啊 不然会被损死 真的还蛮蠢 不过现在这个是 还不是特别贵吧 我入水的话 好像三十 四十来块钱 但它这个银式做的就 没有特别的 就质量特别好的样子 这个 这个之前 有一次我在那种实体店铺看到过 但它好像不是韩国的 这个是我韩国之中 所以它们那个质感就很轻 然后这个你可以听到它有那个 耳钉碰撞的声音感 然后它带起来的重量也偏重那种 这个其实我有一期视频好像有佩戴过 对 是这种 我大部分的耳朵都是比较这种花类状 这还蛮好看的 就是这个好像是我去年入手的 但是你现在看还是觉得它特别好看 就那种不会因为一段时间的流行而过时淘汰掉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看 就这个颜色 做的颜色 反倒话是不规则贝壳类的吧 正反就比较小气质了 然后它这个是 它这个东西是你可以两带 两种佩戴方法 如果你就是说那天想要单调一点 就可以把这个给摘掉 然后直接佩戴这一个 这个类的金属在这里 然后也可以把它放上去这样子 这还蛮绊的 我觉得它这类的设计 就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的佩戴 就是说这个先戴 然后再戴这一个 好像也是去年入的 所以即使我现在和你们分享我觉得它还是依旧特别好看 就依旧有它的一个价值在这里 下面呢是一个霉红色的花 对 所以我入的 我还有一款花花也要跟你们分享 这个呢稍微就有点挑吧 这一两年内很快就会爆发出大批量的霉红色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有一年超流行霉红色 我总感觉就是 这一两年内霉红色就像当年一样 就沉沉一动 马上就是很多商品会映入大家的眼睛 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就还蛮精致的 它是黄状型的 这里的话你就搭配白色黑色都很好看我觉得 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没什么特别 就它的特点就是佩戴方便 为什么呢就是这样 环转的 然后 就直接可以佩戴非常的方便 也不容易丢它后面的那个 大脸了 但它真的佩戴很方便 然后这种款的话 搭配西装我觉得特别好看 就它做的这个做工还蛮好的 就你们会 我先 就 对它有那种清脆的声音 好了马上就是最后一款花花了 它这个也是耳钉的 但是像这种一般类型这种耳钉 是花状的都很俗气 但我为什么会推这一款 因为它是那种很小小片式的花棒 嗯 花朵 然后一片片叠加上去的 就我可能现在在镜头里看 你是看不到它的那种精细感 就 你像它 你可能看到只是这一块白白的状态 但它是 它是底部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去叠加上去 所以我觉得 嗯 它这种其实 给人的视觉还蛮 蛮 蛮 秀气的 然后质感也很重 它就是 就是一个不规则的 好 就是一个不规则的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 对 然后我们在这一期的 就知道 这一期的观点 就是一个不规则的 你也很难看 就是一个不规则的 这个不规则的 很不规则 非常难带的耳钉给大家 因为我买了两幅 所以有一幅留给我自己 那有一幅就送给你们 也希望大家就是弹幕评论和我互动起来 我会抽一位送 那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拜拜